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的新歌叫《別再驚動愛情》 詞曲 李宗盛 城市很大 狂妄來我走過海角天涯 城市有時會咽下 吵得你背影無法裝傻 最近好嗎 我怎麼一時皆無從回答 老婆勇敢的對話 表情卻有一點複雜 想不到朋友也一樣 柔傢 禮貌的酒請別再盡頭耐心吧 不想在你一時感觸 以後悲傷疼的眼前發 再次付出代價 這幾天 這幾月 這幾夜我不懷念 這一刻 這一分 這一秒你在我前面 回憶我痛哭 又沒發現 我不願 我不要 我不想再相同的一點擱淺 你等我等她的酒情花心鐵線 我過得很好 沒有答案 只一個安靜酒吧 城市很大 後來我走過海大和天涯 城市無需被臉下 場地無法拔起或傷疤 就算假如當時你是早 或者我是他 張心和地圖交叉 誰能放生 代表你安垮 想不通通風又一道 又一響 你抱著真情 別再盡頭再盡頭 不想在我一時感觸 一口悲傷 通過眼前發 再次付出代價 前幾天 前幾月 前幾夜我不懷念 這一刻 這一刻 這一秒你在我前面 回憶和痛苦 永遠發現 我不願 我不要 我不想再相同的一點擱淺 你等我等她的酒情花心鐵線 我過得遠道 不要太讓 這一刻 安靜酒吧 回憶和痛苦 故微從夜 陰過 回憶和痛苦 憢迷 你已經被吃到滿久了 回憶和痛苦 回憶和痛苦 並不存在 回憶和痛苦 焦采 这几天 这几月 这几年 我都怀念 这一刻 这一分 这一秒 你在我前面 回忆我从头 又没发现 我不愿 我不要 我不想 再相当的一点感情 你和我的他 可究竟把紧接线 我 我的愿好 不要太阳 这一刻 爱情就到了 再一次 热情小生 胡乔洞洋 谢谢所有 我到场的媒体朋友 然后 还有所有 歌迷媒体朋友 老板 俊阳哥好 大家好 我是冬郎 很开心 今天终于发片 诶 经历过了之前 好像 你身体健康也有点状况 然后人生的高低起伏到现在 重新再次的出发 转换了新的东家 这个心情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下好不好 呃 其实我觉得 今天 早上觉得 诶 今天才发片 其实因为宣传已经做一阵子了 所以觉得好像片子已经发很久 但是其实 今天才正式发片 所以早上 起来那一刻 其实有一点点是激动的 哦 因为 这张专辑里面的歌 毕竟其实是这两年下来都一直有在筹备 虽然终于没有很完整的积极在做片庆 但是一直陆续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到去年底 然后 跟种子音乐 开始决定要合作 然后到现在 终于这张专辑出来 其实都 经历了一些事情这样子 所以 终于有这样子一张 我个人 非常满意的专辑 在新的动家 再重新 就是感觉 感觉回到像当初发第一张专辑 又有新人的感觉 又有憧憬的感觉了 对不对 对 因为也像是一个新的emage 跟新的音乐 这一次呢 告诉大家说 音乐是可以用来阅读的 是为什么呢 我请工作团员可以给这个东梁 你来秀一下这张专辑 很多人 包括预购的歌迷 可能今天才可以到唱片行 找得到这一张 领得到这一张作品 对不对 对 就是大家看到最直接包装 就是做的 感觉像是一本书 而且其实从 其实拿到专辑很感动 其实拿到专辑之前 拿到单曲就已经感动一次了 然后再拿到这个专辑就觉得 哇 这个质感真的是没话说 然后我们都有 达到当时我们的一个 一个想要做到的东西 因为这一次 完全从包装造型到下面的感觉 都是从音乐出发 都是有了这些歌之后 然后大家做起来无数个开会之后 才决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有这么多公司的同事 帮我一起达到这个乐观 对 中子音乐也打造 高规格超值感的一张最新的一个CD 没错 在里面呢有不同的图文集 或者像你刚刚所说的有拍到的一些照片 你透过你眼睛看到的一些世界 也呈现给所有的歌迷朋友 对 这次我们比较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别册 那别册里面就是有文字跟照片 那文字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十篇 应该类似散文吧 散文 那首歌是这样专辑 我真的很有很有感觉的一首歌 那包括我也录了老板 老板也有写 我也录了我们的副总 信任我们有写 对 我们公司一些同事 还有以前一些合作过 然后看我长大的一些朋友 什么的 大家就在里面帮我写了这一个散文 然后每个都写得非常的好 然后里面的照片就是我们这一次到东京做造型的时候 我自己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再集结成册 是 那今天是正式上市 所以在9月初开始进行预购 支持你的歌迷朋友的话 不要忘记今天就赶快去唱片行 把专辑带回来 而且所谓很超值的时候 听说在预购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棒的礼物是不是 来专辑给我 你来秀一下 介绍一下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概念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预购行李呢 我觉得真的很酷 因为公司也知道我自己非常喜欢设理 是 然后当然我不能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意的发展 其实 但你说这个便宜 它其实真的不便宜 而且我们的专辑并没有因为这个相机 提高价钱或什么 这真的是送的 回馈给女朋友的 对 因为公司想说我真的一阵子也发片 然后这么多 因为其实你会真的去预购 就是一直在期待我专辑的忠实粉丝 但是想说真的真的要回馈他们 然后忠实音乐就 真的是落重本去 专属于你的一个相机 一个直相机 然后随手随拍 就是也符合我们这次的概念 对 耳朵听的 眼睛看的都可以被记录下来 都是属于张洞的 对 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预购账品 就是直相机然后随手随拍 真的可以拍吗 可以 有没有拍一下 很多好莱坞的明星 你知道记者会的时候 记者拍你 你也拍记者朋友 对不对 好 我要拍一张 你自己要拍一张吗 是不是 好 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 都来今天这边替张洞良 加油打气一下笑 直相机的话 让歌迷朋友 可以好好的去感受到 他们所看的世界 所听到 所看到的世界 当然今天还有一位贵宾 神秘的嘉宾 来替你加油打气 刚才讲到了 好莱坞的明星走红毯的时候 会这样子拍照 好 这个我一定要在这边 你要等待他吗 我要等待他 他最近走红毯非常的有心得 让他刚从威尼斯回来 国际巨星 我们的